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 是不是有变化 世界的大变局 就在这十年当中 发达国家用各种非市场的手段 来遏制你的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来讲 当然是一种大的变化 底层逻辑的变化 原来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地面什么东西 这个楼盖得多高 这个间距多大 现在什么地窍在动 过去十年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是大家对于是不是努力了 就能够掌心这件事情 好像非常的敏感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社会 你们觉得一个人的价值 是不是总能得到真实的体现 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 你是怎么样坚信这个故事的 那个 那个 我 我 感谢OPPO FindN3 点藏版对本次活动的专业影像支持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时间是最好的试经时 财新时间作为一档访谈节目 在这个十年当中呢 我们采访了大几百位的 经济学家 企业家 学者 有中国的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其中有很多人呢 还活跃在台前 也有一些呢 逐渐的淡出 但是其实大家从我们的 影像资料当中 尤其是我们自己在回味的时候 会觉得还是很珍贵的 不夸张地说 这绝对是一本 时代人物的启示录 我们今天上午的这场讨论呢 是会聚焦在经济的话题 我们这一次呢 总结了十年当中 主导过中国经济的增长 或者说做出过 重要贡献的一些方面 如果要选出三个 你们认为对经济贡献度 排位的前三位 大概是哪三个因素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 一定要选三个 我想应该是国际关系 外贸和房地产吧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经济增长 想成就是我们开家店嘛 这么开店 我们手艺很好 我们也很勤劳 那东西总要卖出去嘛 卖出去才能赚钱嘛 赚了钱才能给工人发工资 自己才能这个积累 积累点钱 这个买房子嘛 是吧 然后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那如果要问以上这些选项当中 风险最聚集的 你会选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国际关系 因为经济学家 是不大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很难内化到 这个所谓经济模型当中去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经济学一说到地缘政治问题 经济学一点用都没有 你跟他讲成本效益分析 人家不讲 就要把你打死 那就不是成本效益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经济学 在面对这些问题 是苍白无力的 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前提 我跟他们刚才说的 有共同点 就是外贸 大家都承认这些年 然后呢是投资 对我们国内内部的 这个贡献来讲 其实主要还是投资 第三呢 我说是科技进步 你里面有一个科技进步 有的有的 对吧 这科技进步呢 这个大家可能在这问题上有意义 就觉得我们过去十年 还没有到那个自主创新呢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对吧 现在呢我们不用这个模仿创新这词 我们用一个更好的词 叫集成创新 就是你只要你知道 这个东西别人做出来了 你也知道它的原理 你也知道它的技术路线 这就是你时间 能不能做出来的问题 你要不要做的问题 过去有些东西我们买 买了解决了问题了 那我们赶紧就买 那也是一种引进 过去的十年 应该说过去二十年 主要的我们经济增长 已经不再靠那个比较优势了 不再靠那个劳动成本基了 so this is creates a certain balance I don't think any country can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by itself and I'm sure Chinese leaders will realize th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触 就会说我们现在这个经济 进入了一个下行的周期 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问题 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下行的周期 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 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 是因为它没有办法 像专业的研究者那样 去看到自己究竟在这个历史当中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什么样的阶段 这个下行的周期要持续多久 它是一个大周期 还是小周期 这个不光是我们每个个人看不清 现在是各个机构 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包括不同的国家 也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在现在又是每一个学者 或者每一个机构 都要做判断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个人觉得 我们目前经历的 仍然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的低谷 前日的那个芒格 就是巴菲特的那个伙伴 说过一句话 说中国过去一直在管理繁荣 从来没有管理过衰退 因为中国过去四十几年 没有出现过衰退 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 我们从来没有负增长 出现下滑 出现低谷 说句实在话 是市场经济经常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都拿中国现在 跟日本当年比 九十年代崩盘之后 日本在高增长时期 那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经历了八次周期 包括说句实在话 咱们说过去这些年 我们的宏观经济一直在压 确实是要管理繁荣 管理繁荣怎么办法呢 就是宏观调控就是压 就是把需求等等压住 加上我们现在 还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我们的新能源车 突然在世界上就成了气候了 我们突然成了出口第一大国了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 不会进入一个长期的衰退 但是短期的一个波动 是可以预期的 这个短期 说起短期 你也别指望着 就几个月就过去了 短期 一个短期的波动 在当年三十年代的时候 西方世界大萧条十年 那也是属于一种短期的波动 时间也可能很长 当然了 我这儿说的没有那么长 但是你有一两年 经济不太景气的这种状态 是可以 应该说很正常吧 完全没有波动 你也不是市场经济 说句实在话 苏联当年没有什么波动 除了二战以外 没有什么波动 一路宏观经济很平稳 但是平稳到最后负增长 那就是 那是那个体制 它是可以不波动 但是它也没有效率 樊老师您听出来了 您这个态度 还是非常积极的 其实我们今天 赶来我们现场的 像樊老师 您在2013年的时候 您曾经说过 说中国经济 还会高速增长 繁荣至少二三十年 您觉得这十年过去了 有哪些事儿是 好像跟您当时的分析 维度不一样了 我这个过去的十几年 一直在北大讲发展经济学 给研究生们讲发展经济学 然后呢 13年的时候讲什么呢 中等收入陷阱 最初发展经济学 第一课一定是贫困陷阱 这是我们都要讲的 然后讲着讲着 我们收入提高了 我们在00年以后 我们的收入增长 慢慢到了几千美元 慢慢超过了其他国家了 然后我们开始就讲 中等收入陷阱了 但是那个时候 确实想不到 后边还有一个陷阱 叫休息底德陷阱 就地缘政治陷阱了 大国博弈陷阱了 你想想吧 脱钩锻炼 美国在讲 有案外包 近案外包 欧洲在讲 去风险化 去依赖化 中国在讲是什么呢 中国在讲自主可控 国产替代 其实一回事 你想想 你想想 仔细想想 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回事 那么它不仅仅说 影响到你的经济增速 影响到你所谓的 发挥所谓的你的资源禀赋 也会影响到 你对于短期和长期 资产价值的这种判断 中国这个资产价值 我们说资产价格 其实已经进入到了 一个系统性重估的这个阶段 王哲 你怎么看 刚刚两位老师 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把整个的 这个经济的一个变化 我们划分不同长度的 不同维度的一个周期的 看的话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 一个感受 而这种感受 被互联网 推波助澜的话 会不断地去夸大 而且信息减防 会使得我们 当你对于经济悲观的时候 你就永远就听到 悲观的消息 互联网平台会不断地 去推送悲观的消息 如果你站在 另一面的话 可能你的感受会不一样 那无论我们的感受 是怎么样的话 经济还是向前 向前发展的 整个的经济的一个大盘 不管是5% 还是说8% 都是在增长的 我们可能习惯了 两维数的增长的话 现在我们觉得 好像经济又不成了 最后呢 我想强调 就是说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百年变局 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 我们也要看到 即便没有这个事情 中国经济 如果按照原来的 增长的这种逻辑和动力 那么减速 也是个必然的 就房地产 金融 那么在过去 这些年的发展 从泡沫化 到我们现在 泡沫逐渐的消退 这个过程 是不可避免的 只是说 在什么时点上来 只是说 行政力量的介入 可能加剧了 这种波动 那么当然 我们要去检讨说 房地产过去这些年 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 其实政策上的漏洞 有很多bug 为什么高杠杆 高周转 高负债这个模式 就做起来了 而且 当时大家觉得也很好 地方政府也高兴 银行也高兴 开发商也高兴 人民群众也高兴 那为什么现在 轰然倒塌 那当然这里头 有很多问题 我到了一个省辉城市 就是一下把这个投资率 提高了到了 本地GDP的150% 然后到了一个 东部一个地级市 这个地级市提出一个口号 八月份 叫做大战一百天 大投资 大建设 大发展 这力度是很强的 像这样的是 比比件事 凯瑟主义那个分析框架 它是用这个分析需求 分析需求 而对于中长期问题 是应该分析供给 可是我们 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往往用 短期分析框架 就分析长期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个会场的那边 设计了一个时间廊道 就是总结了过去十年当中的一些 重要的新闻跟热词 有一些如果不是这样 你自己去梳理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 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像刚刚王哲讲的 我跟他的这个感同身受 他看到了那个股市 五千一百七十八点的 那个数据 就是几年以前的事情 中国最高的点是 零七年的 零七年的 六千多点是吧 十六年以前 是现在的一倍 而我们这一次呢 其实也 在这么多的这个话题当中 我们不可能都讨论到 我们聊聊房地产 房地产在这十年当中的变化 国五条 去库存 这个房住不炒 然后到保交楼 然后很多城市陆续的 现在是认房可以不认贷 梳理一下十年房地产的这个线索 你觉得这个市场的变化 跟政策监管之间的互动关系 是已有什么样的特点 包括房地产一直在我们的经济当中 占了特别大的一个比重 包括上下有产业 它现在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空白我们用哪些方面可以来补 管老师 管老师您第一个说法这次 现在还有人关心房地产吗 有没有人关心 从个人的个体感受来讲 我也说过这个话 中国人是最爱买房置地的 但现在中国人也开始犹豫了谨慎了 开始心态变了 你看中国人最爱生娃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不生了 中国人最爱买房 现在不买了 是什么样的动力力量 能够让中国人这种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东西发生变化 第二个就是房地产的大周期 大家应该说还是形成共识了吧 就是肯定是变了 你无论教科书上给我们讲的 房地产作为一个大行业 它基本上符合18到20年周期的转折 98年以后才正式启动了所谓的房地产的市场化 也不过20多年的时间 没有经验 而且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很难学 没人能弄好 你看就是香港地区 台湾地区 包括美国 日本 凡是经历过我们这个阶段的 就没人能搞好过 就房地产 基本上就是大家说你得调整好 是吧 能够以时间换空间 当然我们也这么说 也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不能简单粗暴 是吧 但这个没有用 就像管孩子一样 大家说你要管好 你要耐心细致 你要尽压抑着怒火 是吧 那有可能 那没有可能 所以要么披头盖脸一对戏 要么可能就可以打残了 现在房地产的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 这没有国家能管好 我们在这一轮这个管理当中 我觉得也不算管好 反正不说残了吧 至少瘸了 现在正在恢复期 能不能恢复到 跟原来完好如初 精神焕发 我觉得够呛 对我想问您呢 那未来政策应该怎么办呀 房地产的新的角色 它成长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从来也没听过专家的 他说现在建议专家不要建议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个人观点呢 还是先把 让这个市场恢复常态 让市场恢复常态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得承认过去 我们的调控当中 其实是有失误的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你 如果换你去做这个事情 也很难 但是我们如果去翻检 我们还得反思嘛 也有点操之过去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像 那个樊老师刚刚之前 其实提到过 不能光看规模 要看这个资本 要看细分的这个结构 就是除了房地产之外 就是人口的问题 这些年我们大家都是见证者 从这个计划生育 到放开二孩 到现在基本上放开 我们回过头去看 很多这个专家的意见 是这个政策的判断 其实是有些滞后性的 这种生育率的下跌 我们究竟以 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呢 我们现在经济学 算这个 这个潜在增长率啊 等等 算这个增长 增长的这些问题 我们已经不能 不能再用人口 这个变量本身了 要有一个系数 叫做人力资本系数 你受过多少年的教育 这个可以大大弥补 人口的 这个所谓劳动人口的 那么一点的下降 这些年我们的教育发展水平 无论如何 你对教育质量 可能有些怀疑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的教育水平提高的非常快 这个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至于人口下降 对于民族啊 对于家庭啊 对于社会啊 心理啊 那些问题我完全同意 我们不能到最后 好像有一个世界末日 人没了 中国人没了 那当然不要去到那种情况 我们仍然鼓励大家都生孩子 我没问题 但是你说 就这个生孩子问题 影响到现在的发展 那至少二十年以后的事吧 关于人口红利的问题 我个人也同意 樊老师刚才讲的 而且非常同意 你要知道 我们讲人口红利 我们从不同的侧面 实际上反映了什么的 不同的站位 或者不同的立场 啥叫人口红利 你翻过来一看 那就是血汗工厂 是用低成本劳动力 去推动所谓的工业化 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我觉得去 全方位的去看待 所谓的原来的劳动力 这种资源禀赋优势的 这种丧失 它既有它的问题 也有它的必然 China是 facing its inequality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better role on that but how to avoid like twist arrangement and make sure that redistribution can be done well with efficiency my title with my book is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is to say that inequality imposes a huge cost on our economy so you have to think very carefully about the sources of inequality so for instance one of the reasons we will have inequality is you don't give opportunity if you have an education system that is only available to the rich the children of the rich you're wasting the resources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human resource 我其实想花点时间 聊聊日本啊 因为刚刚不管是 这个樊老师 管老师都提到了 现在很多的这个研究 会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 跟日本失去30年的 这个初期做对比 究竟有没有可比性 樊老师 日本的工业化 城市化 其实是明治维新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大家不要用日本的 那个战后的发展 来说事 战后 它是战后重新崛起 它是战败国 重新崛起的过程 它那些知识啊 教育啊 体制啊什么 早都在那里了 然后呢 它有了 就是从60年代 一直到80年代的 这个高速增长 那么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相当发达了 它在二战之前 已经有了多少艘航空母舰了 你就这么想 它不是一个落后国家 城市化也都基本完成了 再一个 再说一个不一样的 日本当年的 日本现在的那个政府债务率 它是财政政策啊 政府债务率 260%左右 91年的时候 也是7%80% 我们现在 官方的数字也7%80% 就是政府债务率 但是有一个重大差别 它没有国有资产 我们有一百几十万亿的 一百六七十万亿的国有资产 这国有资产在紧急的时候 它可以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不管你说国有企业 没效率啊 什么的 但是无论如何 有这么一大批国有资产 是可用的 然后呢 就是收入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了 收入差距本身 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同时呢 它也是一种 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 躺平这词 好像一开始就学日本 这个说是有一批躺平的人 而我们你想想 躺平的人有多少呢 也就是中产阶级 收入还不错的 而且现在躺平的人还是什么呢 就是我母亲还在奋斗呢 她就躺平了 对不对 都是上一辈还在努力奋斗的 然后你就想想 多数的低收入阶层 它能躺平吗 确实我们好多词 是从日本当时过来的 像什么全职女儿 全职儿子 都是刚刚凡老师讲的 父辈还在奋斗 自己已经躺平的代表 对 这个全职儿女 刚才凡老师讲的 说这个 父辈还在努力 自己就躺平了 正是因为父辈在努力 所以胎胎又躺平了资本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中国也已经出现了 这个 确实 我觉得也挺好 这个存在即合理 我现在对孩子的要求就是 可以啃老 尽量轻点 我也理解他们 就是你得充分的理解 已经提出这个要求 这是今天的金句 可以啃老 尽量轻点 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日本的教训我们要吸取 但是我们不要光看这个教训 关键要看它的经验 就是日本在过去三十年里头 它保持了一个 其实是 我觉得 是不错的一个经济状态 因为什么呢 城镇化到天后板了 老龄化几乎是无解的 中国也无解的 那么更何况呢 这个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这个加速的这个崛起 所以很多人在讨论 顾潮明的这个资产 负债表衰退理论 很多人在讲 我们不一定适合中国 这当然不会适合中国 但顾潮明特别强调一点 其实日本用他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相当成功的 避免了经济的过度的这个衰退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强调的是不够的 那么回到这个问题上 就是日本出现的很多现象 确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日本也有很多学者 无论是M型社会 还是第一广社会 大家都做过总结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不同啊 第一个呢 中国很难进入低欲望社会 我觉得顶多进入中欲望社会 因为日本很多年轻人 可以躺平 我们躺不平的 我们没有那么完善的社保 我们的人口基数大 我们还有城乡差距 城乡不平衡 地区不平衡 你躺平是要饿死的 所以我们的社会保障 没有日本那么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化的这个空间 还是有的 但是我也不太同意 说我们的城市化水平 会达到日本这种水平 你既要解决二月结合 又要解决社会保障体制的这问题 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其实挺难的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去看日本的经验也好 教训也好 我觉得还是要看到 真正结构化改革的 它的要害 我觉得在我们 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语境之下 我认为结构化改革 有点被泛化了 大家都在说结构化改革 但是其实讨论的路径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你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它的要害是一次分配 不是说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不重要 也很重要 它重要的是 在居民企业政府 三大部门 历次分配 一次分配最重要 这又涉及到 很多体制上的改革 但是我们也知道 无论是日本的经验教训 还是韩国的经验教训 结构化改革都特别难 都有巨大的 其实是利益集团 以及意识形态的这种困扰 这就是另外一个 复杂的问题 是因为volâte的 您我记得 第二次发现 少许有 feed 中边装 巡视 我们再度 об Reason 西洋 叔 又 新鸣 设计 中国的历史 正在设计的 中国的历史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 这种意义是 开展的工作 已经被展示了 十年就老都不行了 但是 我们总是一个期望 就是多点时间 做点学术研究 还是多些点东西 这应该是我后面这十年的 一个主要的期望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把 自己过去 几十年的经验 简单地复制到未来十年 会发生很多新的现象 我们在这样的变与不变中 我觉得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出发 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 今天我们特别感谢三位嘉宾 我们也非常感谢在座的每一位 感谢我们的合作方 最后我们一起来合个影 好不好 来来来来 你看来来 你看这个 你看看 好 来 来 来 那这个基本就是 反过来来看 少数几个长空的问题 他能够自己的问题 根据自己的问题 那么有这个机会呢 跟我三十多年之数 才能够猜予 也许你能够猜予 反过来来看 少数几个长空的问题 他能够自己的问题 根据自己的问题 那么有这个机会呢 跟我三十多年之数 你不要觉得努力就有回报 因为很多东西都变了 所以一定意义上来讲 这个我是主张积极躺平 积极躺平 就既要躺平又要积极 既要积极又要躺平 你也不能全躺下 但是呢 也要适度地躺下 因为现在做事情的 这个性价比变了 你原来可能这个 用十分力 有十分的收获 你现在用十分力 可能只有五分六分的收获 那我更想从 偏数学化的一个解读 是说努力可以把这个分布 整体的向右推 但是最终你会在这个分布中 落到哪一个点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机缘巧合呀 其他的一些大事啊 来决定 从大的趋势来讲 我们要追求共同富裕 大家都能有回报 另一方面呢 也要发挥市场机制 你不能否定这个优胜劣汰的 这么一个一个机制 还剩一句话 一切交给时间 嗯 时间之后再看 好 时间之后我们 自己人还是在这啊 好了好了 说好了啊 好